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它们可以发芽成长 其实艺术是否一定要很平面 或者只是画画方面 可不可以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 令到试过艺术教学的课程可以更活 例如我们二年班就有教《stop motion》 我们就会教学生如何去不同的角度 如何拍一些角度更漂亮 然后和什么手法去拍摄 我觉得试过艺术教学其实很有趣 是因为有时试过艺术教学 可能跟数学很有关系 有时跟科学很有关系 但当中会产生很多问题 例如可能一些困难 当中创作时的困难 又或者可能是制作时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试过艺术是可以帮助学生 建立一个解难的能力 可以通过他的智慧 然后根据他想创造的东西 然后令到他可以解决他现在想解决的问题 我就很喜欢黄老师的方式 会以这个活动式 通过练习或者活动 就令我们明白到更多知识 想办法解决 我觉得黄老师是一个上课 非常活泼和好的老师 因为如果你有东西不明白 他会跟你解释得很详细 他会手把手去教你 大部分时间是让你去创作的 而且上课的时候也会比较活泼 上课的时候 他会代表很多不同的新的想法 或者是不同的创作方式 运用不同的材料去做不同的画作 通常我最喜欢是一种 给学生探究性的学习方式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老师说的 其实学生就是听 如果他很专心听就听到 如果他不是很专心听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听完你说的一大堆东西 其实都没有听过一样 所以我很喜欢一种探究性的教学方法 会首先让他们先试 先让他们先想 然后用这个方法 再配合我本身的课堂去做 就令到他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向 试不同的东西 然后去做他的创作 王维仪老师一直积极建立多元化的平台 支持学生艺术发展 他坚信为学生开办作品展 是展示学生艺术天赋的理想平台 首先因为我是第一次扮演展 所以今次扮演展 是学到很多本身我没有想到的东西 可能只要邀请一些嘉宾 又邀请闲 要有不同的设计 不是只留在创作的层面上 王先生在我创作时有些平颈 然后也会给一些提议给我 令到我知道了整个展览的过程 怎样的一些表现方式 可能会更加适合 令到我的展览更加多元化了 令到我更加表达到我想表达的概念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是 试过艺术科老师除了教试过艺术之外 除了是你怎样去上学一堂课 怎样去辅导学生 或者你怎样去教识他们应该要有的东西之外 那还可以怎样呢 那我就觉得是制造了很多不同的平台 平台是包括可以是比赛 包括可以是出外的游学团 出外去参观 甚至可以是刚才所说的 可以帮他扮演一些个人展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就是让人认识这个同学 原来他这个才华是很好的 其实当中整个展览是 由一开始到中间 然后再到布展 布展他又要懂得去布展 掛哪个位会漂亮 哪些画和画之间会放在一起 会好看 所以整个规划是很多的 但是都是令我学得很开心 因为当中是我可以和学生更深入的相处 和令我会知道原来他想法是这样的 我觉得学科老师应该要持续初心 就是你当初想 为何要做这一个工作 为何你要去教学 为何要教识学科的初心 而学科里面教的东西 大家可能认为是画画 教技巧 但其实我们不是静止教画画 教技巧 是教他们学会去审美能力 教他们一些对作品的价值观 甚至乎 我们刚才说到的解难能力 和提升他们的创造力 所以在我们艺术科里面来说 其实很多的范畴 就是很多样东西 但如果你不一直保持初心的话 就会慢慢变成了 可能觉得就这样了 教就可以了 这样就算了 第二就是我觉得 试过科老师 是有一个很活潑的心情 很活潑的性格 而令到可以将这个活潑的性格 可以带到自己的学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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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栏 可以发现明镜与点栏 字幕 khác 接开明镜与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